有这么一座城市会让你一见钟情 它不是在城市里建花园 而是把城市建在了花园里 在这个巨型花园中 有峡谷般的壮美 有晚霞般的沉静 更有着海风一样的飒爽 她是小姨村中又一个成功的灰姑娘 却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时尚 更有气魄也更具风情 现代都市的迷人风采 山与海的浪漫结合 气势磅礴的壮丽景观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这所有一切融会贯通 幻化成了这座被称为 中国北方浪漫之都的海滨城市 大连 出道大连 无人不惊叹她的美丽 作为中国北方绿意最浓的花园城市 大连从头到脚都是明朗的 整洁的 你会感受到她的年轻和现代 她的浪漫与多情 漫步在大连街头 你很难不被这群姑娘所吸引 她们头戴警帽 脚灯马靴 把一身警服穿得妩媚又帅气 这支成立于1994年的女子骑警队 早已成为这座海滨城市最为抢眼的城市名片 大连是亚洲拥有广场最多的城市 几十个广场形态各异 在为市民带去惊喜的同时 也在协调着城市的气韵和经脉 散发出令人心醉的生命活力和人文气息 在所有的城市广场中 有两个天安门广场之大的星海广场 无疑是最出名的一座 它使大连人骄傲 也吸引无数游客驻足 这是一处由一千个真人足迹组成的浮调 这上面的每一个脚印都有真实的主人 有百岁老人 出生婴儿 还有各民族各行各业的代表 脚印自北向南 同向大海 生动地记载了大连经历过的百年沧桑 对于每一个来大连的人来说 如果一座城市也会开怀拥抱 那么大连的广场就是它最开朗友善的表情 而对于大连自己 散落在城市中的这些广场 则更像是一张经络密布的废叶 每一次蓬勃的西洞都在吸收海天之灵气 为这座城市随时补给活力的源泉 来大连不去看海是可惜的 依海而建的大连自然少不了大大小小的天然浴场 乐不思蜀 前来潇下避暑的游客 仿佛每个人的脸上都隐着这句古老的中国长语 蓝天碧海间 有人到此放松身心 更有人来这里见证永恒 而这一切 因为是在大连 所以触手可及 依山傍海的大连 不仅有山与海的结合 还拥有着多种文化的交融 漫步大连街头 不经意间 身边的景色便会呈现出某种异国情调 一百多年前 一批对法国文化情有独钟的沙俄工程师来到这里 希望在这块远东的土地上 再造一个东方巴黎 于是法国文化在东方驻足 俄罗斯风情也在大连留下了印记 一九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一辆油轨电车 缓缓驶过大连街头 今天 古老的电车像一尊尊流动的雕塑 身体历史的沧桑 穿行于城市的街巷 穿过美丽的街道 挺拔的大桥 面前这个傍山的海湾 便是大连注目的老虎滩 传说这个名字的由来和一段英雄救美的爱情故事有关 六只猛虎面向大海 银颈长笑 虎虎声微 如今 所有的传说都化成了现实的美丽 虎滩乐园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是一处让人快乐的天地 来到极地馆 我们仿佛置身于地球的两端 走进海底世界 却又是一片目不暇接的色彩斑斓 那些闻所未闻 形态可居的海洋生物 齐聚在这个微缩的海底世界中 令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造化 人们感受到的是不同于以往的 轻松愉悦的海洋文化 在海洋公园里 每天的表演高潮都在这里产生 这个可容纳2500名观众的 海洋动物表演馆 虽然每天的表演场次有限 但是游客都会早早地守护在那里 到底人和这些可爱的精灵之间 能够进行怎样的交流 这些生活在海洋中的朋友 又能读懂多少人类的语言 每一次人与动物之间亲密无间的沟通 都会让翘首期盼的游客兴奋不已 而另一块场地的动物表演 则妙趣横生令人捧腹 大连还有一座后花园 金海滩景区 这里奇石林立 其中有块貌似龟背花纹的震摊之宝 龟背石 根据地质学家的考察 这块龟背石的年龄 至少有六亿岁 是目前世界上发现 块体最大 断面结构显露最清晰的沉积岩标本 这样的岩石沉积 每形成一毫米 大约需要两万年 对于地球的发展史来说 整个人类的历史 或许真的就是弹纸一挥间 不知道在大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还有多少远古时代的密码 等待着我们去探寻 去破解 相比于那些贫瘠又干燥的城市来说 大连丰沛的物产和秀美的景致 令人羡慕不已 长江以北的第一大岛长兴岛 是大连地区的又一颗明珠 夏秋时节漫步沙滩 一边俯身石背 一边平海临风 夕阳照耀的海平面 像一面巨大的碎金石 映出了金色的沙滩